游輪靠岸旅客漁冠下船 準備好好大玩一番 不過花蓮這名富人花了大錢 卻寧願待在船上睡覺 怎麼會這樣 我沒去騙 我怎麼回頭回到花蓮 這名來自花蓮的成姓富人 語氣無奈 原來她報名10月7號的旅遊團 開開心心 預計從基隆搭船 準備去澎湖三天兩夜 卻因為海上不佳業者更改行程 改開往花蓮靠岸遊玩 沒汗 對 沒汗有汗 一中一汗沒汗 海上睡了一晚 游輪在隔天8號早上8點 抵達花蓮港靠岡12小時 這讓家住花蓮的純姓富人 和其他10位花蓮團成員 全都傻眼 游輪之旅居然開到自己家 一行人乾脆待在船上聊天睡覺 我朋友他回去 他坐客人車回去 拿一個腳架先拿回去 說好的澎湖之旅 變成花蓮一日遊 同團成員還乾脆 先拿行李回家放 不過游輪公司也有話要說 其實在這個出發前 除了我們官網跟他購買的一個通路 都會得到這樣的通知之外 他如果當天到這個基隆港屋大樓 就是登船碼頭的時候 我們在現場也會有一份 所謂的重要通知 旅客可以選擇如期出發 或是改期出發 丈夫人他們選擇如期出發 郵輪公司會補償每人500元 當作船上消費零用金 聽完媽媽的奇妙旅程 婦人兒子好氣又好笑 在網路上發文 引起網友熱烈討論 婦人之後還得跟著郵輪回到基隆 自己再搭車回花蓮 想必這趟國慶旅程 也讓他留下難忘的回憶 記者劉己嬌 蔡玉山花蓮採訪報導